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Excel函数应用 如何找寻最接近0的储存格 那这里面来讲呢 要做这个,我们要先切到Excel这边来看 就是说在我的A栏,我的资料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数值 那我要找这里面最接近0的 那个值是在哪里 最接近0的 那你看他这边会写一个什么 1.00279,有没有 他就会最接近0的 那 这个方法怎么做,因为这个我们是把它干嘛,正负号都算上那样 最接近的,就是你正的付的都有可能 那我们到范例这边来说明一下 做法很简单,第一个 首先要用什么方法,要把所有的数值先变成什么 不含正负号的,就是全部都变正的,正数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函数叫ABS 把这些资料全部都变成正数 这样子才会抓得准 右刮号,Enter 这次你会看到所有的数值全部都变成什么,正数了 正数了,然后再来呢,我们要找什么 这里面的最小值嘛,正数里面最小值就是最接近0的嘛 所以我们就干嘛,再加一个NIN 最小值 有没有 所以 最小值完了以后呢 他会跟你讲最小的是哪一个 1.00279 有没有 然后再来 找到这个值以后呢,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抓它的位置 抓位置的话呢,我们用的是一个函数叫做match match这个函数有没有 我们说在A3到A2这个储存格里面 去找寻这个值 注意到哦,你是刚刚已经把它变成什么 ABS绝对值 所以呢,你在后面干嘛 你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要干嘛 这个范围,请注意到,这个范围里面 它有没有ABS 没有啊,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 我把它这个放过来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到 这个地方也要把它变成ABS 第1个是我要搜寻的值 第2个是我要干嘛 寻找的范围 他一样要用什么,ABS 把它变成绝对值 第3个参数呢,才是干嘛 我们要干嘛,形态 我要什么形态,我要 完全符合 右挂号 Enter 他就会给你,他在第几列 第14列,你这个范围的第14列 就叫2 4 6 8 10 12 14 第14列 第14列 知道列数以后呢 我们再用什么 Match 的兄弟姐妹 函数 index index 再来一次A3到A20 逗点 我要移动几列 移动刚刚Match 抓出来的14列 就第14列 的资料 所以在A3到A20里面 第14列那个储存额资料 我把它抓出来 后面 按个右挂号 Enter 他就要把你抓出来干嘛 1.00279 有没有 但是呢 假设我今天把这个 因为1.0027就改成1.50279 他就马上变了 应该会变负数 负的 140 19556 有没有 变成这个值 所以 他会随着你的资料里面的变动 把你抓出最接近零值的那个值 出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